推荐人则是一位热爱客家文化的外国朋友 毛利求斯前艺术文化部部长顾问 Mr.Marcel Neuay到台上来说跟Mr. Neuay 有请 欢迎欢迎欢迎 Thank you very much Mr.Zeng San Singh When he became Minister of Arts and Culture I was proud to work alongside him as an advisor He was at the time the only Minister of Chinese origin in a non-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Mr.Zeng encourage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as he firmly believes that culture is the ideal bridge and the great leveler between nation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Mr.Zeng Fanzing as the winner of the Bridgest of China the choice for Chinese culture promoters of the year to the judging pane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搜尽毛利求斯的客家人曾凡兴先生 曾凡兴75岁毛利求斯人 祖籍广东梅县 是非洲传播中华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曾担任毛利求斯文化部长 数十年代表现 他为传播中华文化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如提高当地中文教师待遇 在当地举办龙舟节 关地标的扩建工程等 如今在毛利求斯 华人仅占当地人口的六十分之一 但中华文化影响却很大 五龙五师等非常受欢迎 中国的春节是当地的法定节日 这都与曾凡兴的努力有很大关系 曾凡兴经常受邀参加一些重要会议 他的演讲中国文化主流 西方与中国为什么存在误解都非常受欢迎 作为享有盛誉的诗人作家 他的专注客家人之歌 被选入毛利求斯和加拿大的大学教材 走进中国人的心志 近年被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选用 发给与会人员 作为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必备材料 传播中华文化 促进世界和中国的沟通和联系 是曾凡兴毕生的追求 好 接下来由我来宣读 中华时光传播中华文化 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 给予曾凡兴先生的颁奖词 漂泊海外的游子 从不孤独 因为他带着中华文化的名利 海陆万里 隔不断华夏切曼 身心一香 改不了客家乡音 关爱华人乡情 最新中华文化 他著书立说 用汉字在非洲的土地上 写下了中华文化的 瑰密篇章 好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欢迎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毛利求斯 华人女秀 曾凡兴先生 这所可不得是曾凡兴 有请曾凡兴先生 让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 年度人物奖 好 谢谢 谢谢崔英英女士 也祝贺曾凡兴先生 谢谢 我想问一下曾凡兴先生 How do they say congratulations in Haga 以客家话怎么来说祝贺你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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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 咱们中华文化接受 I believe the great thing about Chinese church which is accepted everywhere is the spirit of toleration and respect for others 的确 这个文化的平等交流 基础就是互相尊重 让我们再次祝贺曾凡兴先生 也让我们记住这位在 非洲弘扬中华文化的 曾凡兴先生 谢谢